有民眾抱怨他的家人 在北市聯醫採檢PCR確診之後 接到一通醫師的來電 詢問症狀之後 就安排家人居家照護 只有兩禮拜後 收到帳單要200元 讓他覺得不合理 民眾抱怨原本以為 只是單純的關懷電話 結果醫院說是門診通訊醫療 北市聯醫則澄清 確實是承接北市衛生局轉介 65歲以上確診個案 針對健康狀況和居住條件 做診療評估 既然是通訊醫療門診 本來就是醫療行為會收費 像這樣子跟醫師做視訊診療 其實跟本人直接到診所一樣 都是要付過耗費的 視訊看診後不一定要有健保卡 家人也能幫忙到診所付錢取藥 4月26號之後 確診者免收部分負擔 但仍要付過耗費和藥費 以北市車來速為例 北市科開三天藥收費300元 木渣機場五天藥收500元 各家醫療院所的收費標準都不同 到不同的醫院去做快篩陽的判定確診的話 那會依照各個醫院的一個掛號費 收取的不同 那收不同的掛號費 那像醫學中心大概都在150到180之間 新冠醫院透露目前不少患者 還是以熟識的醫療院所和儘快看診為主 因此暫時還沒有聽到相關視訊門診的收費爭議 也提醒如果有拿抗病毒藥物 費用是中央負擔 民眾也不用耳外付費 TVBS的徐坑山張隱希 台北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